Hello,欢迎你们回来,我是Josie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 如果你看过我的空瓶机上级的话 这个就是下级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我会把上级的链接放在下面 那个地点去看 那我们继续说 一个这个Bite & Body Works的洗手液 这个是Cherry Blossom 就是樱花的一个味道 它是泡沫的洗手液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泡沫洗手液 我觉得泡很丰富 我喜欢洗起来觉得清洁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一套这个飘柔的这个洗护发产品 洗发乳跟护发素 就是国内超市买的很便宜 十几块人民币一瓶 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 人参滋养护理系列的洗发乳 然后这个润发乳是这个 菊油丝质柔滑 我觉得很好用 特别的滋润 然后泡沫也很多 这个洗发乳 最主要的就是真的很滋润 头发印完之后觉得 头发滑滑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硅油的成分 非常的明显 你明显可以感觉到 它里面是有这个硅油的成分的 所以如果是比较介意这点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不要买了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 真的还是挺高的 如果降回果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买买看的 香味也挺好闻的 这个隐形眼镜 这个是iBeauty的隐形眼镜 双周泡的 我买的这个是棕色吧 这个是我已经用完了 就是没有同货的 这个双周泡我觉得很好用 用得很舒服 很推荐 而且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啊 是的 我就放到最后说了 还有这个小样 这是Fresh他们家的三个小样 就是一个大豆结面 一个玫瑰面膜 还有一个莲花面霜 这三个产品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一个这个乐敦CC的这个喷雾 他们家这个美白金环很火嘛 这个喷雾反倒没什么人推荐 我就买了在淘宝上面买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它就是跟他们家那个美白金环 闻起来是一个味道的 一模一样 就是很天然的柚子的味道 稍微有点发苦涩的味道 它的喷头意外的好用 喷出来是很细的喷雾 没什么缺点我觉得 但是如果你把它喷进嘴里面的话 它是特别苦的味道 如果把它喷进眼睛里面的话 也会比较刺激 它是一个喷雾嘛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指望 它有什么美白的效果 但使用感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一个这个 这个Brill 这个Brill Drill嘛 这个牌子的一个深层护发素 我觉得还行 不是很 保湿效果没有合到特别好 然后一个这个Evelem的 沉间洁面 这个沉间洁面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 明年冬天吧 会回购的 因为这个适合冬天 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 实在有点太强了 我觉得夏天用不是很好 它的使用方 它的使用的时候 你就这样 把它拧一下 然后这个口就打开了 然后你就这样挤产品出来 然后再把它这样拧回去这样 这个它的质地 就跟他们家那个卸妆膏 是一模一样的质地 一模一样的味道 但它唯一的区别 就是它上脸之后 不用说热敷啊那样 就没有 你就把它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干手干脸的时候 往脸上抹 然后用清水洗掉 我觉得使用效果非常的好 它是我用过最保湿的一款洁面 在冬天的早上 用这个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用完之后 我觉得洗完脸 就觉得不用再做护肤那种感觉 就很保湿 我觉得很喜欢 这个是好像是SpaceNK送的 然后我觉得很超值 我以后会去买正妆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Oli Herrickson的一个 Sheer Transformation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我之前也用过 它的小样 我觉得很好用 它就是很像棉羊油的那种质地 特别的软 特别的细腻 特别特别好涂 缺点就是它的保湿能力 可能稍微差一点 因为它是那种特别轻薄的质地嘛 我觉得比较适合夏天 或者是油性皮肤啊 混合剂啊 这些 然后有一个这个 是滋生糖的红颜精华 红腰子精华 这个是我当初在四复兰打八折 去年打八折的时候买的 30毫升的 我想买来试试看 因为当时我是对 雪花秀人顺道精华非常的失望 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 又买了一款这个 果不其然 比雪花秀中下精华好用非常多 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日系的护肤 然后这款就是 挤出来是那种白色的乳液状 稍微有一点点硅感 但是硅感不是特别的严重 我是把它用作水前精华的 它对于促进这个后续保养品的吸收 我倒没有觉得说有多大的功效 但它唯一的那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它用完之后 用完了一段时间之后 使我的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 真的就是那种 你可以看得到的那种 就你可以感觉得到 你的皮肤就在一天天变软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这种使用感 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好吸收的那种 就推一下马上就吸收的那种 非常清爽不油腻 很适合混合肌 或者是 就是不追求用它来保湿的朋友们 我觉得都很适合 因为你后续可以再叠加保湿精华嘛 对吧 所以用它来说当基底精华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为它那段期间 我觉得我的皮肤也是变得比较好 然后我用完了这些 这叫什么呢 E2House 艾丽小屋的这些 赠送的这种 这个它的这个什么 蜗牛原液系列的这个水乳 还有精华嘛这些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用 它这个系列不管是从水还是乳还是什么什么 都觉得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黏 就是有一种 涂多了吧 不吸收涂少了吧 保湿力有不够 那种非常纠结的那种使用感 我不是很喜欢 它的味道很好闻 没错 但是我觉得使用感实在太差了 而且没什么效果 所以我是肯定 肯定不会花钱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产品 还会有人去花钱买 我真的并不是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我家里还有非常多 它这个系列的赠品 我都不知道拿来怎么用 一个这个清洁头皮的 这个是Neutrogenia露德星的 这个清洁头皮的这么一个洗发液 它是非常 它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 如果你是头发特别干的女生 你就不要买这个了 你们知道搓盘子是什么感觉吧 就是紫紫的那个搓盘子 如果你想体验搓盘子的感受 在洗头的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个 就是它把你的头发 能洗得非常的干涩 因为手指穿过你的发 就像在搓盘子那种感觉 嗯真的是这样 但是它清洁能力是蛮强的 因为我是喜欢用干洗一发 喷雾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头发 头皮经常喷那个白色的粉末嘛 就感觉着说会堵塞毛孔 我就想 所以我就会 所以我就尝试了这个 我觉得它真的还算是有效果 清洁能力很强 用它洗完头发 我觉得第二天的头发 都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它没一圈 就它洗完之后头发 真的太干了 然后我现在新开了那个 Christopher Robin的那个海盐 清洁头皮的那个海盐在用 我觉得那一款 比这款的使用感好很多 所以我会继续去回购那一款 不会回购这个的 但如果你是预算有限啊 学生朋友啊 你想尝试一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前提是你的头发并没有很干 然后这个瓶子我觉得挺好看 很像一个箱子瓶 一款面膜 是这个又天蓝的这个果冻面膜 这个是红色这款 非常非常好用啊 你们已经看了吧 我从那个淘宝扛回来 多少盒就知道了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款面膜 我的使用方法就是 先敷 敷完面膜之后呢 那个袋啊 那个面膜 那个袋不要丢 然后敷完之后 我会敷很久 会敷25的30分钟 之后把那个面膜拿掉 我也不会用清水洗 我会稍微按摩一下 再把剩下的那个精华 那种果冻的精华 挤出来涂抹全脸 相当于当个睡眠面膜一样 然后我那晚上就不会护 不会护肤了 就只用这个 然后第二天早上洗 清了 洗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脸是很软 然后也很细腻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个面膜 我的天哪 终于接近尾声了 我的朋友们 Livingproof的这个 什么什么Prime 他们家真的很奇怪 他们家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在我看来 功效都是一样的 背道也一样 质地也一样 我真的不是很理解啊 但是都挺好用的 这个是一个Mila Morsi 是这么读吗 这个牌子的一个Lifting Serum 就是一个紧致的面 紧致的一个精华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不会毁购 然后还有一个唇膏 这个是Colorly的 大葡萄他们家唇膏 这个算是我最爱的唇膏了吧 之一 可能这个就是我最爱的唇膏 因为它是轻薄而又滋润 就看得见的滋润 但是又不会让你嘴唇 觉得很油的感觉 我非常蛮喜欢这个唇膏 会回购的 还有这个是一个Cisley 这个就是Barnies里包送的吧 Cisley的这个 叫什么了 是叫花蜜系列吗 就是比较清爽的 他们家的一个系列的这个Lotion 就是乳液 这个15毫升的 我觉得很好用 我是白天当乳液给大家用完的 日地清爽 吸收也很快 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闻 就是花香的一部味道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闲钱的话 我是会回购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Milk 这个牌子的 什么 年洗护发乳 蛮好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Orangious的一个眼霜 是一个anti-aging 就是一个抗老的眼霜 我觉得还挺一般的 因为保湿力度好像并没有说非常非常好 不会回购 好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吃的这个Pocky 非常好吃 这个是那个上面有榛果的那个榛果碎的那个味道 榛果碎的那种 我觉得特别好吃 就是每一口都感觉是有真实的真材实料在里面 我觉得很好吃 在大创买这个只要一块我们在中国超市买的话要贵一点 所以可以去大创买 然后是糖 这两个糖 这个是一个那个葡萄味的 很像是小时候吃的QQ软糖 挺好吃的 它里面是有一点点果肉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在千巴克买的糖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很爱吃这个糖 这个就是那个里面是蓝莓啊 还有那个antibiscuit那个花的味道 就是你在美国的话很多茶就是Ice Tea 就是Hispistic Tea嘛 就是那个味道的 然后也很好吃 它是那种卡路比还挺低的 所以吃着不会觉得太有罪恶感 然后这个蜂蜜杏仁这个 蜂蜜杏仁韩果这个 不会再买了 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腻 虽然好吃但是吃不了太多 所以我还有一些都没吃完 这个 然后是这个 迪诺的榛果咖啡 很好喝 说过很多回了 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喝完了有点困 然后下面是这个 这个是在超市我就随便看到 然后它是宝宝吃的那个 优格 就是一小颗一小颗的那种凝固的 给冻住了凝固的那种 酸奶 然后它真的是天然的酸奶的味道 然后是这个 mixed berry 就是水果的味道的草莓啊 树莓啊什么的 很好吃 但是我男朋友就觉得不好吃 所以可能因人而异吧 我个人觉得还挺好吃的 这一袋还不便宜呢 宝宝东西都很贵 这一袋可能要四五美金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三月份的 攒的空瓶 没想到攒了这么一堆 这么一堆垃圾袋 这么一堆奇奇怪怪 这么一堆还挺沉的这个东西啊 我会继续的努力攒下去的 然后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 看空瓶剂的部分 所以我会希望就用心 可以把它做好 但是最近很多博主 都是在做什么 年度空瓶 或者是半年度空瓶 我真的是做不来这种 因为我用东西是 不用彩妆是横向的 同时我会开很多 同类型的产品在用 但是我用护肤品 就觉得是纵向的 就是我同时只会开一罐面霜 可能最多开两罐 一罐是早上用 晚上用 就是同时只会开一套护肤品的 我如果是攒一年的话 我肯定是前半年用的 我早就忘光了 所以我只能是尽量 做这种月份的空瓶剂 然后如果你觉得 看的不够爽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我 好几个月的空瓶剂 攒起来一块看嘛 对吧 你就可以看到半年的了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视频 大家再见啦 拜拜